刚到温哥华 我这次来温哥华是住的一个Airbnb 这是一个Airbnb的房子 然后自己亲身的来体验感受一下这座城市 它的咖啡文化 饮食文化 虽然说我就在温哥华当地我住的周边 先找了一家感觉看起来还很不错的 很专业的面包加咖啡的店铺 还是请中心的一个区域的 你看这边有这个餐厅 餐厅的旁边就是这个面包房 我带大家走进来看一下 so can order the muffin the raisin roll 哇 它这边还有一个方的可颂 在温哥华的第一天我就来到了一家面包烘焙店 这家店叫biso 在当地还挺出名的 我住的Airbnb的房东都知道这家面包店 那这家店的面包和咖啡整体都非常在线 感觉用料也非常实在 它把可颂做成了方的 它叫cube croissant 这个它其实做的真的很好看 我都不知道要等下要怎么吃它 上边呢有一层巧克力的酱 在上边呢是这个开心裹碎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吃啊 只能这样先试一下了 它这个切开里边还有馅 它们自制的什么酱 然后里边呢还有一些 再吃一下上边的巧克力和开心裹碎 我更喜欢吃上边的这一层 不甜不腻 然后呢吃起来挺香的 我是整个外表层烤的比较酥 可能是因为我来的有点晚了吧 因为它的冷藏味的其中一侧已经空了 它这个巧克力的Muffin呢 吃起来几乎没有甜味 整体都是巧克力它的香味 但它这个Muffin呢吃起来比较容易 只让人口渴 因为它的这个面是比较实寸的 就是吃着吃着就想喝点东西 然后我点的还是拿铁 如果我要点美式的话 就还稍微好一点 就能搭着一起吃 哇 这就是直接吃什么 这家咖啡店呢 一看就知道是非常精品的咖啡店 叫Prado 门口放了一个路牌 Prado Cafe is proud to serve the city we love 咖啡还有brunch 嗨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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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w's it going so can i get a ice americano and also do you have the food yes you get food 我点了一个他们的冰的美式 然后还有它的一个卷 门口有一些咖啡豆 感觉像是中山宫的豆子尝一下 整体和解是比较醇厚的感觉 很单的面包 looks like a panino 它这个卷长得跟潘尼尼一层像 那个压炉里边 它在外边压了一下 外边有一些这种被压过的条纹 对吧 味道还可以挺好吃的 我本来想要过来那个倒水的 结果它这个湖里边是牛奶 喝一下它本地的牛奶味道怎么样 跟国内的非常不一样 第一是顺滑 第二呢它不厚重 第三它是比较甜的 甜感比较高的 就是国内的这些牛奶 喝起来会相对更甜 更香的这种感觉 我大概看了一下这边店铺的点咖啡的一些人啊 冰美式的很多 拿铁的也有很多 也有一些抹茶拿铁之类的 它离唐人街蛮近的 如果你们想在唐人街逛一逛的话呢 这个店我觉得蛮值得的 空间比较大 整体比较明亮 你们坐一坐 跟朋友聊聊天 social一下对吧 这家店叫Monaco Cafe 它是在一个三叉路口 有点像是街角 这边是一条路 这边是一条路 它就在两条路的中间 两边的门应该都可以进 走进来看一下了 感觉里边的人还是有点多的 然后呢 我等一下我就点一个 它这边的冰淇淋吧 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咖啡店 都会有这个冰淇淋 它做的是那个 带球的吉拉头 一式的冰淇淋 好大一个球 非常明亮 宽敞的一家店 贼美 把他的咖啡师正在做 iCurtado cool 它这个Curtado 有点像是fly white的感觉 因为它的杯子有点大 因为通常Curtado的杯子 是很小的那个玻璃杯 尝尝一下 但浓度其实是刚刚好的 然后这家的牛奶 打的温度是比较烫的 我觉得应该有65度左右 已经完完全全的 把他这个奶的甜味给带出来了 所以说他这个Curtado 喝起来咖啡的浓度是比较高的 中和了这个牛奶的甜味了之后 Curtado的香甜 以及咖啡的醇厚感都出来了 如果还是想要评判 一杯好的Curtado的话 首先第一 它的咖啡的浓度一定要高 把杯子变小了之后呢 它整体牛奶的比例就会少一些了 那它整个咖啡的浓度就提上来了 那这是第一 另外一个呢 就是你就算高浓度 你也不能就是说 喝起来只有咖啡的味道 没有牛奶的香味和甜感 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赞的 那一杯Curtado 虽然说我不是冰激凌的爱好者 但是偶尔尝一尝味道还是可以的 真的还不错 很好吃 然后呢有一些这种cheesecake的香味 同时和树莓的这个水果的这个莓果味 我去找人帮我在这个地方拍个照片 不是小伙伴 我本来想找人帮我拍照的 然后我外边扫了一圈 我感觉好像他们都比较忙 excuse me can you help me to take a picture here yeah thanks 找了一个小姐姐帮我拍了个照片 感觉还不错 给你们看一下 还可以吧 那这家咖啡店 附近就是温哥华很出名的蒸汽大钟表 据说是全世界第一台蒸汽钟表 所以说每天有很多人来打卡拍照 也有很多人围着它等整点暴食的声音 不是 它刚才叫了两下 然后我没有看到 它上面在冒蒸汽 还有咖啡店里边 你们可以看它里边的这个 是在转着的里边 看到了吧 去这个咖啡店的话呢 也可以顺便就走个两步 就能看到这个蒸汽钟表了 我还特意去了一下加拿大的711便利店 来尝试一下它便利店的咖啡 那这里的便捷咖啡 我觉得味道相比国内的味道来说 稍微的逊色了一点 但是整体来说价格非常便宜 这边都是自助来买的 先选一只豆子 选完豆子了之后呢 再选杯量 那就是深烘中烘 还有一个这个Dark Rose 应该也是深烘对吧 是热的冰的 就比如要选热的话 点一个热 再选自己想要的杯量 选完杯量之后呢 再拿杯子 做完了之后呢 可以在这边拿搅拌棒 西瓜 糖 还有这些奶精球 拿一个盖子 然后去买下单 整体这个口感呢 喝起来还是可以的 在这边来说的话 是我目前喝到我最便宜的咖啡了 我选的是中杯的2.3 熟悉我的小伙伴都知道 每到一个地方我都会去逛一下唐人街 到了温哥华也不例外 于是呢 我就在唐人街附近走一走逛一逛 看这边有一个千禧门 现在唐人街的这个Homeless 还是有点多的 你看这边刚进来就能看到一些 然后这条街的对面 也是有挺多这个Homeless 全世界我去了这么多的唐人街 温哥华的唐人街 真的是我见到过最不堪的 我感觉它简直就变成了一个流浪者 一条街一样 就是其中有一条街 全是这些流浪汉聚集着 然后还有这种各种各样的摆摊 卖这种二手的破衣服的 然后各种各样的东西 走过去了之后那种尿骚味 哇我的天 就是我觉得又刷新了我的认知 而且很多的门店都没有开门 当然我不是想说它不好的一面 真的是我走过全世界这么多的唐人街 让我就是最大跌眼镜的唐人街 我顺着唐人街一路走过来 刚才在那边超市买了一点水果 然后就走到了这边一个属于是码头的地方 然后最后呢再给这次温哥华的行程做一个总结吧 这边的咖啡店的整体的一个运营的状况 其实跟国内很不一样 就是整个大的市场其实是不一样的 其实在国内这几年呢 咖啡的整个市场越来越快速化 越来越银品化 小店经营的模式也越来越多 特别是在北上广一线城市那么高的负担的情况下 你们可以发现基本上咖啡店都是属于小小的店铺 一个门头10平方20平方这样运营 但是温哥华这几天下来呢 我逛的这么多店市中心街头亚马路 我没有见到过非常非常小的店铺 只做外卖的店铺 基本上都是会有空间提供的 咖啡的价格呢 基本上都是在四刀五刀 甚至到六刀七刀这样的一个价格 那单价上面来说是相对比较高的 那国内这几年恰恰相反 它到了一个资本入住这个阶段之后呢 每个资本和每个资本投资的品牌 还厮杀的很白热化 价格打的也非常低这样的一种状况 反倒这边是完全不一样的市场 可能已经过了那样的一个阶段 国内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了之后 可能也会再慢慢的回到 大家对于空间有一定的需求 大家想要在咖啡馆里边有各种各样的活动 社交提供本地的社区服务等等等等 这样的一个阶段 而并非是点了外卖拿走就喝 大家能看到的这种非常快速的状态 这几天我在这边观察到的一个状态 同时也想象到的可能会发生的一些改变 当然这可能只是我自己的一个猜想 我不知道是否之后会以这样的一个方式 或者是方向来发展 OK那这是这几天我自己在这边逛下来的一个感想 那另外呢这几天我也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就是我对于自己的咖啡的品牌 就比如我在上海的时候呢 其实每天也都是在忙非常非常的眼前的一些事情 而导致我没有非常远的去考虑我们的咖啡品牌 一个长远的发展 在这里的这几天其实我有思考就是 我其实想把我们的品牌做成一个长远的规划的 甚至是在整个国际市场上都有一定声量的这么一个品牌 这也算是我此次温哥华整个形成我觉得自己的一些收获吧 我非常希望能把我自己对咖啡的热爱 以及把我们喝咖啡看世界这样的一个理念 传达给看我视频的小伙伴 当我自己在不同的地方的时候呢 把全世界各地的不同的生活方式 咖啡的文化 当地的人文 以及发生在这个旅途中有意思的事情 遇到的有意思的人 来展现给你们 同时也注入到我们这个咖啡品牌文化的一部分 那希望在接下来能够和大家一起共同见证我的成长 以及我们品牌的成长 下个目的地见 我们下期再见 Peace and Love Bye Bye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